这两天的新闻就是关于政经看民事 就是彭文正李金玉他们这个栏目 突然间就宣布关闭了 实际上关闭这个消息呢 应该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在说了 这个栏目主要是由彭文正和夫妇两个人 他们一起办的 最早他们这个栏目叫政经现实批 那个时候呢办的也还不错 然后后来呢转到民事以后呢 就变成了政经看民事 那这个栏目呢基本就属于绿营的 它主要是属于民进党的这个媒体 政经看民事呢我是觉得 他在1124之后呢 他主要就是他对蔡英文的执政呢 提出了很强烈的批评 这种批评呢 我也有的时候也看了看 我觉得也还好了 就是你选输了嘛 你大败了 你已经从绝对这个完全执政 败成这种样子 输的都脱裤子了 输的一塌糊涂了 那他们有一些批评呢 有一些质疑呢 我有的时候也看一看 我觉得也没什么 也无可指责 可是现在这个台湾的情况是这样 蔡英文那个政府不让你说 不许批评他 这个很奇怪 这个在过去 还有台湾很少有这种现象 就是你做的不好 完了别人还不能说你 因为台湾毕竟大家认为是一个 就是言论比较自由的地方嘛 你就可以随便说 你看那个电视台说着说 哪什么都有 可以批评 怎么不能批评呢 以前把马英九骂的臭的臭头 也没有什么嘛 可是现在呢 就是你想吧 说蔡英文还真不行了 这个蔡英文用的这个手段呢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了 就是这个独裁政府的手段 就是不许说他不好 只能说他好 可是你1124 你选的大半的 你就是不好嘛 那既然不好了 你也不检讨 也不反省 这个也不许别人说 谁说你的话 你就把这个媒体这个疯了 这个关了 那像彭文正这个节目 确实是一旦被关闭以后 我看网上很多也就是骂声 更骂 就是蔡英文这个政府啊 做得到现在是越做越明显 你认为你把这个彭文正的嘴给堵上 他就人们就投你票了嘛 这真的是不可能 可是现在最后这么一个节目啊 还之前还能说说蔡英文政府的不好 如果当这个节目被关闭以后呢 基本上整个台湾就是没有人在说蔡英文不好了 也就是说在台湾这么一个言论自由的 这么一个社会里边 居然发生了所有的媒体统一口径 统一口径干嘛呢 说蔡皇帝好 就是哎呀都拥护蔡英文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哪有啊 这简直是胡扯啊 这个东西 看了一下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啊 就是好像台湾这个媒体呢 突然就实现了这个提前实现了统一了 统一什么 统一口径 统一口径都说蔡皇帝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光荣正确的领袖 一定要连任 哎呀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哈 真的是我就是觉得可笑至极 其实这个媒体还是绿营的 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 完全是民进党的这个 他们的媒体 在这种情况下 你自己做的不好 他们有一些批评 有一些质疑 最后采取的手段就是 我不让你说了 我不让你干了 这个在民主国家 西方国家不常见 就是西方国家 你说归说 因为你也不能怎么样 其实能说怎么样 可是蔡英文现在那个度量 小到一就小到现在 你看台湾所有的媒体 除了这个 这个政经看民事以外 没了 如果把它关了以后 真的就没了 那所有的这些媒体 都一口同声的呼喊 蔡皇帝万岁 这哪是台湾呢 这让我们想到哪去了 简直是拙劣 我觉得在选举的还没到来的时候 蔡英文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保皇派 那简直是做这些事情 远远的背离了这个民主社会 所应该做的事情了 每一件事情做出来以后 都让人家耻笑 都让人家唾气 唾唾嘛 就是那个推 那种样子 实在是智商太低太低了 没有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 蔡英文怎么把赖清德做掉 这个有戏有看了 这一招一招的去弄吧 我是觉得之前我们说的 我们就旁观者去看吧 看看蔡英文怎么个表现 怎么样把那些独裁政府那些手段 在台湾全部用一遍 现在他是为了这个自己当皇帝呢 简直是不顾一切了 不惜这个出卖民进党 什么叫出卖民进党呢 就是拿六个议员的席位 跟柯文哲去换一个副总统 这个就出卖民进党嘛 你凭什么这种席位 怎么是你来换呢 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呀 那你拿老百姓当什么了 你不就是一个独裁政府的这种做法吗 这种东西呢 恨不得蔡英文为了 为了自个当皇帝呢 把民进党全部卖空 把所有的席位都卖掉 他也愿意 为了什么就让自己选 太露骨了 太过分了 台湾的新闻之前是挺自由的 确实是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吧 当然也是一定的犯 就是有一定的克制度 当然我们也说 新闻自由也不说 一定要胡说八道 就是你只要客观的 去报道一些现实 对一些这个社会现象 提出批评 或者提出执政 这个不能把它视为 就是说是恶意的 很多这些媒体呢 它不过是相当于一个叫 另外一个权力吧 就监督你政府嘛 你政府要做的不好的话 媒体它是可以说话的 怎么不能说呢 过去能说 现在怎么就不能说呢 现在在台湾不能说了 好像台湾就是你要再说 皇帝不好 我就要做掉你了 所以这个趋势很不正确 慢慢慢慢的台湾的媒体 已经全部被蔡英文所掌控了 这种现象是之前谁都没想到的 这个媒体呢 实际上是有人收购了 收购又现在交给蔡英文来操作了 这很奇怪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样 你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边 你控制了所有的媒体 不许别人说你不好 这个东西相当的不正常 而且我觉得相当的一部分 这个选民它会逆反的 就本来觉得你还OK 结果你这么越这么做到 人家越开始讨厌你了 一讨厌以后 你还选什么呀 你根本就选不上了 不可能选上了嘛 台湾的电视栏目 现在之前我知道 关了不少了 已经有关了 未来怎么发展 看不出来 看谁当政了 如果蔡英文局当政的话 未来的电视栏目 就不想看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好多网友 就是电视栏目没法看了 你都是胡说八道嘛 没有办法去看 咱们都在网上去看网络节目 网络节目 起码不受那么多的政治管制 那台湾现在的政治去管制媒体呢 这一点呢 未来其实给这个整个全世界都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就是你怎么可以去管制媒体呢 你只可以规范 规范就是你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但是你不能掐人的嘴 你不能封人的嘴 而且人这个 我是之前关于彭文正的事情呢 就是关于柯文哲竞选的时候呢 彭文正他们确实也说很多打击柯文哲的话 那个时候我对他们非常有成见 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偏了 尤其在这个葛德曼器官移植这个事件上 我觉得他们有点过 这个不是那么回事 至少我不认同 至少我不认同彭文正他们这种做法 我觉得并不需要把柯文哲那么的去抹 抹了半天又没有什么事实 那你瞎抹什么呢 但是1124之后呢 这个栏目呢 对蔡英文政府呢 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也好 这个建议也好 甚至指责也好 我觉得这个母可非议 没有什么不对的 它毕竟是个媒体 毕竟代表了很多人 很多人对你不满意 不满意怎么样呢 他们可以通过媒体去发出声音吗 如果是不能容忍的话 那你还叫什么民主社会呢 可能就不叫了 所以台湾呢 过去那些有一点点民主气息的状态呢 已经这两年让蔡英文 彻底给做掉了 没有了 现在哪还有民主啊 已经几乎没有了 因此我觉得蔡英文这执政 这两年多啊 基本上已经毁掉了台湾的民主了 现在这种做法呢 更明目张胆地告诉大家 我就是不民主的 我就是要毁掉的 这么干怎么行呢 以后这个媒体的发展方向 怎么走呢 完全让人看不出来 而且完全是处于这种挺失望的 他是总统 他要封你的电视台 他就封了 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 下一次人家不选你了 你还选什么呀 你这个东西老百姓没有那么傻嘛 大部分百姓还是比较清楚的 少部分会被你忽悠 那现在我们就看吧 现在整个这个 整个台湾媒体没人说实话了 这个事情也挺奇怪的 下一步我估计就是做假民调嘛 假民调就是把民调做的 蔡英文比赖清德高 这样的话就把赖清德做掉了 这个假民调的又没有人敢说 又没有窗口 或者是最后连初选就取消了 这种情况下 那还怎么样呢 蔡英文继续选 赖清德活活的被做死 这种现象呢 很可能会发生 但是我们就看吧 让他表演吧 这种拙劣的手法 其实你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去做这些比较拙劣的这种事情 让别人怎么看你呢 怎么评价呢 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这个事情 都已经没有价值在评价了 可是确实有些网友 还就问这些问题 大家讨论还挺激烈 那我们就简单的 还是说一说一点 我们的一些观点吧 这些观点不见得正确 所以仅供大家参考 好就这样 谢谢